记者沾湘网花莲报道,刘以豪,陈婷妮拍OTT娱乐子制剧种菜女神,在花莲Longstay三个多月,即使狂补防晒,依旧晒成健康小麦机,两人热爱田野生活,虽成天北根笑黑文,酷暑战斗仍适应良好,直呼不想回台北,连讲话速度都变慢。 陈婷妮坦言,跟刘以豪并非第一次合作,但直到这次才真正认识彼此,大笑吐槽,上次合作电影,几乎没交集,觉得刘以豪又够难聊,这次拍戏空荡众人都达成一片才改观。 刘以豪一旁赶紧解释,上次拍电影因为角色关系,心里很难受,这次来花莲拍摄就跟度假一样,让人很放松,合作演员刘子谦也大赞刘以豪是暖男,一起拍摄相当开心。 刘以豪卖劝Rello上月过世,他虽悲伤仍得强大精神工作,这次在花莲拍戏,其实也如同疗伤之旅,他透露看到陈婷妮爱劝却儿喜到剧组,称赞却儿喜就跟主人一样傻气好相处,但也让他忍不住想起Rello,落寞喊,开拍的时候我的狗还在。 刘以豪坦言毛海离开,难过一直都留在心里,那感觉永远都不会过,一般生老病死都有心理准备,可以先做安排不会愧疚,但Rello突然就走了,让他体会到生命无常。 刘以豪,陈婷妮拍种菜女神,在花莲Long Stay Ott娱乐提供